你覺得日本跟台灣哪一個國家是比較開放的? 其實我覺得開放對我來說 我的感覺好像是差不多 如果說一男女交往的話 那如果你說要比什麼那種夜生活 因為我不是那種人 但是就我知道的那個 我是覺得其實如果是夜生活那種的話 應該全世界各國你要比開放應該都差不多了 對我覺得啦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的感覺啦 那如果就以一般的民眾的話 其實我覺得台日應該是差不多的 但我會覺得說在服裝上面的話 台日我覺得會差非常多 因為我之前在我的頻道有拍過一集影片 就是說在我 我只有在台灣才敢穿出去的衣服 因為 就是那些衣服 就 假設說女生很 會穿什麼運動褲啊 那個在日本走 真的不行耶 你會被側目 對然後 像台灣女生 穿個什麼 一點點 有點 不用到很低胸 就是這邊稍微 低一點點 你穿那個去上班 真的不OK耶 不行 就是對 然後如果你是在路上 比如說台灣女生就去日本 然後路上裝一邊 辣辣的 對 如果你就是有肉胸啊 或者是肉腿啊 你在日本路上 我會覺得有點危險耶 有點危險 為什麼 會有變態 我覺得會啊 因為會有那種怪怪怪 叔叔就會在那邊一直上下打仰 因為可能日本人不會自然穿 我的感覺是在日本有很多怪叔叔 很多變態 我覺得 我也認同 我也這麼覺得 為什麼你覺得會有這樣的 有耶 因為 就我自己或者是我的朋友們 因為 就是有在台灣生活過的日本人 然後可能穿著夏天 會在台灣穿著衣服 然後欸 就有點忘記了 就這樣子穿回去日本 然後就覺得 突然覺得好像那個很害羞 覺得怎麼好像那個 感覺到那異樣的眼光 覺得好像自己穿的那個 好像不太對勁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穿著的文化有差 開放度 對 然後 因為 在某一個程度我覺得 日本 比如說在 性這方面 也是 有一部分我覺得也是蠻開放 比如說 就 很多 變態的事情 基本上 全世界 都會覺得是從日本過來的 然後 比如說 有 訪賣 用過的內褲 轉說中的原味 內褲 我可以說 日本的變態無極限 我可以告訴你這個原味內褲 它竟然還有原味內褲的扭蛋喔 有有有有有 我看過 我覺得太酷了 對啊 這個我好像也聽過 然後 對啊 這些東西我會覺得好像日本很開放 但是我的感覺是日本同時會很開放很保守 對 對 對 是一個矛盾的國家 我覺得可能你說這個色情行業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發達 對 你說在一般的就是生活上你卻又是非常的還蠻管制的 對啊 因為你如果是在小朋友可能行著的時間 撥一點 有一點帶一點色情的 或者是你講一些比較下流的詞彙可能不太行 那個都是會是深夜節目了 對 而且我也想要問黑蘇斯就是 勁爆的問題 就是 也是跟性有關 我又有點好奇 因為我會覺得說 對我來說我會覺得 西班牙人 應該是不是會比 台灣人日本人來的開放的感覺 然後我會想問說 你覺得如果一個男女 就是 我們不要說是第一次交往的第一次經驗 就是 都已經有經驗的人了 然後 然後 那可能再交新的 就是一個男女交往 你覺得 就是交往到 最後的那件事情 你覺得是多久時間 不一定 不一定 對啊 因為我覺得 你交往是交往 跟你有沒有性關係 就是 是你有沒有性關係 所以 基本上在西班牙 如果你想要 跟一個人有性關係 跟你想要跟大家交往 是兩個不同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日本跟台灣也是差不多了 雖然呢 我覺得有一個差別 在西班牙我們會很自然的 就是這樣表達 但是在台灣大家都會說 沒有啊 我是 交往是為了 會有結婚 然後 我交往才會有性生活 但是事實上是這樣子嗎 在台灣我可以 百分之百保證 不是 大家都會這樣說 但是不一定是這樣子 當然都是看人 但是在台灣有 有 有一夜情 或是有泡酒 這個文化嗎 有 不然你看有多少 ラボホテル 就是 QK 摩天 就是有蠻多的 為什麼 因為 書面好像是蠻多的 也是有 這個文化 但是 基本上大家都不會直接說 我覺得外國人沒有 那個 台灣或是日本人開放 但是 會比較直接說 我覺得台灣跟日本可能會 日本我不知道 但是 台灣比較會保持 大家都說 沒有啊 我就是乖乖 但是事實上不一定 真的喔 我覺得我好像太保守了 原來是這樣子 然後 你覺得 這方面 比如說 你講的話 跟你事實上做的話 的這個差異 你覺得日本 就會有差很多嗎 喔 你是不是會這個 對這方面 信上面嗎 喔 信上面 哈 我也不知道耶 我覺得我的朋友 好像都是比較保守 所以 應該是還好 但是 但是 我有看過網路上的一些論壇 有講說 就是日本的男生的話呢 可能會比較喜歡 誇大的講 假設說 我的經驗人數 有多少多少 可能 比他實際上的 有多幾個 那女生的話呢 會是 其實我沒有啦 沒那麼多 只有幾個 但是事實上 可能是比較多的 就是網路上 我看到會是這樣 所以可能男生跟女生 是有差的 對對對 我剛剛是覺得好奇的是 就是如果是西班牙就是 是好好的交往 那所以你覺得如果是好好的交往 你覺得你夠認識他 就是都 假設一個禮拜什麼的 你覺得就沒問題嗎 我覺得是相反 我覺得在西班牙會有一個過程 不一定 就是看每個人 但是基本上是 你可能會認識 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然後你可能會跟這個人約會 然後你覺得跟這個人相處不錯 然後剛剛認識 可能會先上床 然後可能會再約會 然後覺得這個人好像不錯 然後就你會慢慢的就變成男女朋友 天啊 所以是先上床再慢慢認識 那我覺得這個衝擊很大耶 對 我覺得這樣比較聰明喔 真的假的 因為你會知道你有沒有適合 因為我覺得你做一個決定 好 從現在開始我們是男女朋友 然後再就是有新生活 我覺得會有一點怪 有了解 我覺得這樣子的人 日本一定也是有 可是我覺得大部分社會的觀感是 都會覺得是交往之後才可以的感覺啦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對錯啦 我是說就是社會的感覺 但是西班牙真的是會覺得很正常嗎 對 但是在西班牙如果 就我跟西班牙朋友 就是形容 就是台灣或是 日本的某一些現象 比如說原位內褲 或是在台灣可能會說什麼 金錢報啊 酒店網放 他們會傻眼 他們會覺得台灣跟日本超級開放 所以他們真的會被嚇到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也是還蠻不一樣的 而且我覺得是不是日本人真的比較變態 我真的很好奇想問一下說 就是原位內褲你會有興趣嗎 我比較沒興趣 一般的男生會有興趣嗎 我可以問阿虹嗎 問到外面的人 台灣男生有興趣 或是 我不知道我覺得有 因為我有一些我認識的人 他們有考慮到在台灣賣原位內褲 真的喔 對 你覺得 一般台灣男生都原位內褲會有興趣嗎 有可能 真的假的 有可能 真的喔 所以是問什麼 我真的無法理解 就是 聞味道這樣子 味道的癖好 我覺得味道的這個癖好 就是我也有 我也喜歡 但是我不會想要喝一個 我不認識一個人的味道 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意義 而且我花錢來買這個 我覺得 我真的沒興趣 但是如果是我認識的人 或是我在交往的人 這個味道我就覺得 也是可以讓我興奮的 但是 對阿 我覺得對你不認識的人 我會覺得 很怪怪的 有一點 像 有點可怕我覺得 對 日本A篇文化 也是非常的發展 對 我在台灣就認識一些 會收集日本A篇的人 我是覺得 我對A篇比較沒興趣 真的喔 我喜歡真的互動 我不是一個保守的人 我是這方面還蠻開放 但是 我就覺得 看到影片 我會覺得就有一點無聊 我覺得好意外喔 所以 我會 黑色是比較特別還是 你覺得 我也 我比較 我比較捨 所以我覺得 A篇就不夠自己 是喔 對 而且 我不知道 我覺得 你看A篇的 你的時間 就 好像你在浪費 你的 你就是 事實上 你會覺得很刺激 但是事實上 你就是在看一個螢幕 我覺得沒有 真的假的 黑色是你自己說 你自己比較色 我覺得沒有耶 我看不出來 我會覺得 沒有 我的意思是我覺得 在我的印象 我會覺得 是比較色的人 才會比較愛看那些東西的感覺 我會覺得 可是你完全不愛看 對 我覺得比較偏大 好意外喔 會喜歡 我覺得好有趣喔 但是我覺得 還好 我也看 我沒有說完全不看 但最近都完全不會看 我覺得 對 交朋友 會比看一個螢幕更好 喔 有解 好有趣 有趣